今集再次邀請到劉毛雄博士跟我們聊天 希望給我一個簡單的介紹 始終這些短片,我希望可以比較長長 短期的歷史不太重要 但重要的是對歷史留下一些檔案 所以這個欄目叫做默然回首 希望去看回不同的前輩、朋友或後輩 他們在真正香港所發生的故事 因為隨著新的政權開始要改寫歷史 歷史是絕對值得我們去保存的 無論是什麼立場、什麼態度 歷史就是歷史 事實就是事實 劉毛雄博士是一位前政協委員 大家都知道 而他的愛國立場是毋庸置疑的 當然他愛國家、國家是否愛他 大家都可以心裡有數或是見仁見智 而他來到香港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或時代背景 正正是當時中國大陸的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近年我們經常聽到香港文革重臨 經常聽到文革這個名詞 但是究竟文化大革命是怎麼回事呢 我們可能上課、看書、看電影 會有一些簡單的概念 但是永遠都會及不上親歷其境的人 他自己的描述 這麼精準 而每一個人的文革經歷 其實都是 獨一無二的 雖然我們看到一些圖案 很多的慘劇 全部都是因為 那個畸形的時代背景和制度而產生 但落了去每一個人有什麼影響呢 對他的心路歷程 對他的世界觀 留下了什麼落孕 就真的會因人而異 所以劉慕雄博士作為一位香港的新移民 他為什麼來到香港就是跟文革息息相關 雖然他的愛國立場是無庸置疑 但是近年經常都警告要警惕 中國這個一左二擇的傳統 不斷警惕極左思潮 無論在中國大陸也好 在香港也好的 出現或者是重臨 究竟為什麼他對這方面 那麼堅持呢 我們這次希望用一個歷史的檔案 記錄 劉慕雄 他親歷 中國 無產階級 文化大革命 的 青春歲月 大家好 我們今天高興再次請到了 劉慕雄博士跟我們分享 其實我們每一次 看到 夢用 其實大家都有很多 問題想請教 但是這次想問的問題就是 跟你切身最有關 因為近來香港的風氣 令很多朋友想起文革 對文革來說 我自己沒有經歷過 因為我還沒出生 但是聽我家人 很多朋友都說過 但是你就是親身經歷的 以及正正因為文革來到香港 大家多多少少會聽過 一條泳褲來香港的事跡 但是詳細來用去問是怎樣 為什麼離開呢 我想這次我們不如請教這個部分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回其實文革的時候 你的經歷是怎麼樣的 在文革的時候來說 我們就是屬於 整個中國社會裡面 犧牲最大的一代 為什麼呢 因為在1966年的6月的時候 本身我已經是在廣州的名校 華南師範大學附屬中學 這個是高中三年級 不阻業 考研畢業史 磨拳策掌 這個就準備 考大學 那麼當時我打算 要報考北京大學 中文系 或者是中國人民大學的新聞系 立志要做一個報刊的評論員 這樣的 那麼 但是 在那個 當時 1966年的5月下旬的時候 就因為我們已經是 感覺到一種 山雨欲來風滿流 這樣的 政治氣壓 因為早在 半年多前 即是說 1965年的11月 當時 上海的《文匯報》就刊登了 姚文元 評新篇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文章 那麼這個 跟著手裏面 就這個 這個到了 66年的 年初的時候 就在 王力 關風 施本裕 林杰 這些左派 民人的 就是 曾仙老后 就去批 這個 三家村 摘記 三家村摘記 也就是 指當時的 北京市 文教書記 鄧托 副市長 吳涵 北京市委的統戰部長 廖末沙 這三個人 他們在 《北京日報》 前線 雜誌那裏 是有一個 叫三家村摘記的專欄 這三個 就是老友記 就互相裏面 去執筆 弄這個 這樣的 專欄 另外 鄧托本人 就做過 《人民日報》 社的社長 那麼他 支筆 他也有 在《北京日報》 有一句 《燕山夜話》 這樣的專欄 那麼在那個時候呢 他們 所寫的東西 我們看上去就是 其實就是 講完這些 行文野學的東西而已 風花雪的東西而已 結果就被人呢 就雞蛋裡面挑骨頭 就說這一句 就是這個 惡毒攻擊 偉大領袖毛主席 這一對呢就反映他對 這個三面紅旗的仇恨 這一句呢 就是 說明他是 諷刺大躍進 諸如此類呢 這樣呢 就跟著 全國各地呢 就這個去追查本地的 所謂三家村 四家店 那我那時候在廣州讀書嘛 那看到廣州那些 《陽城晚報》啊 《南風日報》啊 《廣州日報》啊 就去評擊裡面呢 廣東省著名的散民作家 秦牧啊 小說家 歐陽山 那樣 將他們就抽出來了 在武漢裡面來講 那個湖北日報啊 武漢日報呢 就抽出了武漢大學的校長 中共一大代表 李達 將他又抽出來了 說他是武漢的三家村 所以在那時候呢 就已經是 風起雲擾 那麼到了這個 1966年的 五月的時候來講呢 那麼當然他就 這個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呢 就通過了 中國共產黨 通知 就是講那個關於文化大革命的 後來俗稱為516通知 那麼這個通知裡面呢 毛澤東就 加了一段 黑體字進去 混進黨裏 政府裏 軍隊裏 的一批 資產級代表人物 他們是 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 一旦時機成熟 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 把毛澤東專政變為資產級專政 這樣說法的 例如 赫魯耀夫 納用的人物 他們正睡在我們的身旁 那麼有這些 當時就是 沒有去公開傳達了 但是透過 因為我們學校呢 公案子弟 比較集中 我就記得 趙紫陽的兒子 趙紫陽那時候是 這個廣東省委書記嘛 還有廣東軍區 司令員 王永勝的兒子那些 他們都在我們學校的 還有這個 武漢市 市長 李仲 那些都在我們那裏 所以 他們呢 就在那裏策劃 結果呢 在1966年的 5月25號的時候來講呢 就北京 大學 哲學系的黨支部書 黨總支書的 《烈原子》呢 就貼出了 第一張 所謂全國第一張 馬列主義大字報 《烈原子》等七人 製作了一篇呢 叫做 宋石 綠平 彭佩雲 在文化大革命中 究竟那個廖師是什麽 那麼這篇大字報 後來被毛澤東 就評為是全國第一張 馬列主義大字報 那麼我們學校呢 就得風氣之先呢 就在1966年的5月27號 就是持過《烈原子》大字報兩張呢 那麼我們那裏就中國 或者在中國 華南地區第一張大字報 就在我們的學校貼了出來 那麼跟著到了6月1號呢 就《人民日報》發表 陳白達起草的社論 橫掃一切牛鬼蛇神 那麼6月2號呢 就登出了 這個《人民日報》 評論員文章 歡呼北大一張大字報 就將那個《烈原子》大字報 全部呢 就公佈了出來 那麼 這個 毛澤東裡面呢 就是 將他 讚揚為 是全國第一張 馬列主義的大字報 那麼那個呢 融匯了下去那個 《人民日報》評論員的文章 那麼所以呢 我們學校當時就 嘩 八套齊法 那麼所有全國裡面呢 那些學校呢 都是起來呢 就 這個 做 所謂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 當權派的反 那時候呢 凡事長治 就靠邊站 那麼學校的校長 教導主任啊 乃二班主任呢 就給那些學生呢 就貼大字報 檢舉他們所謂 反黨 反社會主義 反毛澤東思想的 所謂三下反的 這個言論 這樣 所以 在那種 這樣的 氛圍當中呢 我們呢 就被捲入了 這場的文化大革命了 那麼 所以 在那時候來講呢 就 變了一個 停課 鬧革命 停課也者 就說 沒得考大學了 也都不知道 牛年某月才 會有機會考大學 那麼就在學校裡面呢 就 看大字報 寫大字報 那麼跟著呢 就去到 1966年的 就是8月呢 那麼就這個 那個就 毛澤東 在8月18號呢 就接見了 這個 第一批的紅衛兵 那麼 結果我們就紛紛就 在那時候進行 所謂的革命大串連 那麼我從廣州呢 就爬火車 去到北京 就參加了 1966年 11月11日 11月26日 毛澤東第七 第八 兩次這個 接見紅衛兵 那麼在近距離呢 就看到 毛澤東呀 林彪呀 周恩來呀 劉少奇呀 鄧小平呀 江青呀 那幫 中國這個 這個 就是 風衛人物 那樣 那也是由那時候 去開始的 是 那時候你是在中學 讀書啦 那你是不是正式 加入了紅衛兵 那時候很多不同的派系 那你那時候的 身份是怎樣的呢 是 那時候我的身份 就比較尷尬 就因為在這個 文化大革命 一開始的時候 所謂是 自下而上 去揭露 我們黨 我們社會陰暗面的 一場 無產一級的大民主 那個大明 大方 大字報 大辯論 是這樣的 但是 沒有多久 在那個 1966年的8月 那時候 就突然間 就有一手 對聯 就見到 老子英雄 而好漢 老子反動 而混蛋 絕對如此 這樣的對聯 就出來了 這個就後來被 這個批判為 反動血統論 這樣的一種 就是等於 舊社會 龍生龍 鳳生鳳 老鼠生兒 打地動 這樣的血統論 所以一出來的時候 就變成了 社會上 那時候 就 是說那個 所謂的 用階級 和階級 用階級 和階級鬥爭的觀點 去分析一切 看待一切 那這個毛特東的 所謂最高指示呢 就深入人心的嘛 那時候呢 就社會上 就 由於 1949年 中共主政以來呢 搞了很多的政治運動 一開始的時候 什麼土地改革啊 三反 五反啊 然後就 鎮反 鎮壓反革命 跟著呢 就思想改造 跟著就縮反 縮清反革命 這個 然後就 反胡峰 然後反右傾 到頭呢 就三面紅旗 然後就反 這個話 再支持 就反右派 反原右派 裡面呢 搞大躍進 跟著呢 就 這個 廬山戶議 反這個 彭德懷 一直到1962年開始 搞這個 所謂 千萬不要蒙的 一級鬥爭 1964年開始呢 就 搞那個 所謂四清 就是社會主義 教育運動 農村的 然後 到1966年 裡面呢 就文化大革命 就正式鋪開 他這麼多次運動呢 就 弄了成 數以千萬計的 政治上的敵人 就稱之為什麼呢 地主 富農 這個反革命分子 壞分子 右派分子 簡稱為地 負 反 右 那麼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呢 就將資本家 列上去 然後將走資派 就是被打動的 走資本主義 道路當權派 就列上去 就所謂呢 就加上 地 富 反 壞 右 這個資本家 走資派 就是黑七雷 黑七雷 那麼黑七雷的子女呢 都受到 諸聯 那麼我呢 本來你說 搞那個文化大革命 那麼紅衛兵運動開始 那麼 按道理 我都可以參加紅衛兵的嘛 但是那時候 我們那個學校裡面呢 一幫那些 高幹子弟 這個軍幹子弟 就是他爸爸是革命軍人 那麼這個幹部子弟 軍人子弟呢 就搞了一個叫做 毛澤東主義紅衛兵 簡稱是主義兵 那麼這幫人呢 就 穿著舊軍裝 抱著那些粗皮帶 空神惡殺 在一班裡面就列了所謂 黑七雷的名單出來 那麼我那時候呢 就在 華斯庫中 高三四班 那麼我爸爸呢 本身來說呢 就是這個 1950年的時候呢 就是響應 這個就是說 國家的號召 要在廣州 這個去成立這個 財政局稅務局 廣泛招攬 匯的人才 那麼我爸爸和我媽呢 那時候就帶著我和我弟弟呢 就住在香港的 那麼然後受到革命的感召 結果呢 就結果我爸爸慢慢就帶著我和我弟弟呢 手抱住 過關 那麼就回到廣州 就投奔革命了 那麼結果我爸爸就成為 這個廣州市 財政局創局的老幹部 今年都96歲了 都做現在 可能是石果耿泉的人馬來的 那麼他在1957年反右的時候來過呢 是沒有被人貼那張大字報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本身沒有一句右派言論的嘛 但是問題 反右派的運動結束之後呢 那麼就 那時候 廣州市財政局 將右派的名單就報了上去廣州市委 那麼隔了兩天 廣州市委就打回頭 對照比例 還差一個 那麼結果呢 就廣州市財政局裡面的黨委 就 拋了頭 那麼這個 出個聲 放那個屁的呢 都打成右派了 這樣子 那麼現在還欠一個 怎麼辦呢 這樣子 那麼結果就 貼這個檔案 查檔案了 那麼查到我爸爸的爸爸 就是我爺 是在加拿大多倫多 一餐館做事的 調供 就是叫做 有海外關係 那麼就跟我爸爸說了 老牛 沒有辦法了 現在就對照比例 還差一個 市委就下了個死命來 那麼 誰叫你裡面有海外關係嗎 這樣子 你不湊這個數 誰湊啊 這樣子 我硬將我爸爸就 套了個右派的帽子 就扔了去 九佛龍場裡面呢 這個勞動 改造 那麼三年之後 1961年呢 那時候就搞殷別 那麼我爸爸是湊數的嘛 他本來沒有右派言論的嘛 沒有被人接過大戰報的嘛 所以他應該是第一個摘帽 就回到財政局那裡去做事啦 那麼誰知道 來講呢 摘帽 摘了帽子的 本來頭上沒有右派的帽子 就應該是 恢復了公民權利的嘛 誰知道他那些 黨委呢 就暗中呢 就叫做這些人控制使用 那麼 摘帽右派在他們心目當中呢 依然是右派 那麼結果 禍言子孫 那麼我們學校裡面 文化大革命起 那個 所謂老子英雄而好漢 老子反盜而混蛋 那麼那個對聯一出呢 好了 那就來到了對照啦 那麼我爸爸是習武右派 那麼就變成我呢 就被打成叫做 狗仔子 狗仔子就是說 黑漆類的兒子 黑漆類的家屬 就叫狗仔子啦 那麼 另外我還有一個 這個老友記叫做端木立 那麼就 跟我亦跟座位的老友記來的 那麼他的老爸呢 就是中山大學的 著名的教授 端木正 那麼端木正來講呢 是留學法國巴黎大學 法律系的那些 資深的法律專家 反右鬥爭的時候呢 那麼他呢 這個本來是中山大學 法律系主任的嘛 誰知道裡面呢 就一下子 就反右鬥爭的時候呢 就這個 連那個法律系啊 都設施了 那麼就說這個那個 端木正 教授呢 有右派言論 就將他降職為助教 就是說教授 副教授 高級廣師 是吧 廣師 然後助教 那麼就扔了他下去 那麼就變了就 連那個 法律系都連根不調 就將他扔了去歷史系做助教 那麼所以他的兒子呢 就端木立呢 又被我們那些 所謂班裡面的主任兵 宣佈為黑漆 是吧 是狗仔子 那班裡面就我跟 端木立呢 就是兩個的狗仔子 被他們呢就 押送去農村裡面呢 就抗漢了 我們那時候是滿土語言的嘛 那麼後來呢 這個 因為大串連了 那幫主任兵呢 就各個就各散東西 習慣了去到處去串連呢 就沒有人看管我們 所以我有機會就走出來 我也去串連了一份 那麼就這個 去到北京 兩次見到毛澤東呢 那麼後來到了 就是這個9月份回到廣州之後呢 12月左右我又出去一次 那次就去 華東地區 去上海呀 杭州呀 南京那些地方 那麼到了1967年的4月5月左右呢 水美了那時候 大串連呢 我又去了一次東北 去哈爾濱 瀋陽呀 長春呀 去東北地區去了一趟 那麼然後才 回到廣州 風格 豪 見不見了 多人 藍州 在那邊 在那邊 照顧